在历史的篇章中,许多帝王以理智和远见闻名,但汉元帝的故事却显得尤为特殊,虽然他一生自称不尽女色,却因为对王政军的宠敬改变了西汉王朝的命运,一次短暂的夜晚,竟然埋下了两百年江山覆灭的伏笔。 汉元帝和王政军之间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转折,这段风云际会的短暂情缘,如何在不经意间引发了西汉王朝的长久动荡,这些隐秘的背后故事,暗藏着什么样的权谋,大家好,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整个西汉史上有两段盛事,第一个是文景之治,第二个是昭宣之治,而在昭宣之治之后,从汉元帝开始,西汉的国运就走上了下坡路,西汉王国的原因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军,这位整整活过了西汉最后四朝,并见证了西汉灭亡的皇后,绝对是导致了西汉灭亡的元凶之一,也让汉元帝因此背上了骂名,虽然是后妃导致, 但是汉元帝其实并不是人们一贯以为的那种,也为沉浸美色荒废了政务的皇帝,有记载的嫔妃只有五人,而女也只有六个,但就是因为当年汉元帝还是太子的时候,选太子妃不走心,让王政军被选上,最终导致了西汉的江山断送在了一个女人手中,也是算是阴差阳错了,汉元帝流逝是汉宣帝的发妻许平君所生的长子,汉宣帝和许平君夫妻, 感情非常好,因此对他们的儿子自然也是非常喜爱的,年仅八岁就被立为了太子,刘氏当太子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姬妾是司马良帝,然而不幸的是,司马良帝在刘氏25岁这一年因病去世, 死前还对悲痛欲绝的刘氏说他的死是因为被其他姬妾诅咒的,这件事刘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后来刘氏一直都不沉迷女色,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导致他对自己的其他姬妾以及后妃都非常不信任,甚至痛恨,总之在司马良帝去世之后,刘氏就因为悲痛沉迷了好久,并且不愿意接近任何一个女人, 然而他当时还没有后代,这样一直不碰女人怎么行,但是在汉宣帝看来,这反而是件容易事,刘氏也为司马良帝的死憎恨他那些姬妾,那再找新的女人来替换他们不就行了,反正对于一个太子来说,多几个姬妾也不是什么大事,于是在汉宣帝的命令下,皇后最终在宫女中选中了五个身家清白,年轻漂亮的女子得刘氏送了过去挑选刘用, 然而刘氏对这五个女人兴致缺缺,但是为了让父皇不失望,于是在皇后问他在这五个女子中有没有看中的时候,刘氏模棱两可的说,有一个还行吧,但是刘氏并没有明确指出到底看上哪一个了,于是皇后就以为刘氏是看上了座位离他最近的王政军,因为当时王政军穿着素雅,言行得体,皇后也对他非常满意,于是就将王政军送进了太子宫里, 就这样,刘氏和王政军阴差扬错的成为了夫妻,尽管两人之间实在是没什么夫妻感情,但是王政军还是完美的履行了自己的太子妃职责,婚后仅仅和刘氏同房了一晚,就成功怀孕,并生下了刘氏的长子,这让汉宣帝非常高兴,亲自给皇孙命名为刘傲并对他喜爱有加,而王政军的太子妃地位也就此因为皇孙的出生而彻底稳固了, 汉宣帝驾崩之后,刘氏继承了皇位,是为汉原帝,而太子妃王政军顺理成章的就成为了皇后,他们的儿子刘傲也就被立为太子,然而汉原帝对王政军并没有什么感情, 对长子刘傲也不是很看重,因此就像改立他当时喜欢上的另一个妃子妇杰于所生的儿子刘康为太子,这件事一度让王政军和刘傲母子非常惊惧, 因为改立太子就意味着皇后也要换人,这样一来好不容易得到了权力地位的王家一招之间就会轻负,但是幸好朝中大臣对汉原帝的这个决定也非常不赞同, 于是最终在大臣们的谏言之下,汉原帝考虑到先皇生前就对太子非常钟爱,因此最终还是没有动流啊,汉原帝在位期间,皇权本来是很集中的, 毕竟前一位皇帝汉宣帝经历了霍光摄政之后,为了收回皇权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汉原帝和重用法家严厉治国的汉宣帝不同,他更喜欢任用儒生治国, 这就导臣在汉原帝的任用下开始改行更张,但是却大大触动了很多贵族阶级的利益,导致了严重的政治矛盾,不仅如此,汉原帝还非常重用宦官, 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重用宦官的王朝都没什么好下场,汉原帝对宦官的宠信同样导致了严重的政治斗争,使皇权逐渐旁落,汉原帝在位的十五年间,朝政就这样越来越混沫, 但是此时皇权至少还是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在他去世之后,西汉的政治就彻底开始鱼龙混杂了, 靖宁元年汉原帝驾崩之后,刘傲继承皇位,是位汉成帝,从此以后,原本只是小有帝位的王家倚仗太后的帝位瞬间清云直上, 成为了全清朝野的外戚家族,汉成帝继位之后,在母亲王正军的要求下将一众王室外戚家官进爵, 一时之间王家竟然一门产生了五个侯爵,即使在汉朝初年屡是乱政的时候也没这么出格, 但是王正军还是不满意,在他的家人中,还有一个弟弟王曼没能等到封侯就去世了, 因此王正军就让汉成帝重用他的儿子,这个人就是最终导致了西汉灭亡的元凶,王莽。 王莽一下子就得到了官位和侯爵,因此对王正军这个姑姑非常感激尊重, 在进入朝廷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都狠听太后的话, 但是王家随后就迎来了短暂的衰微期,也为汉成帝英年早逝没有后代, 于是皇位就传给了他的侄子刘新手中,也就是汉埃帝。 汉埃帝知道王氏族人仗着太皇太后的尊贵地位非常放肆, 因此就决定通过抬高自己母族的地位来整治王家, 一度让王正军以及王莽等人非常担忧畏惧, 但是王家实在是很幸运,汉埃帝也是个短命鬼。 旨在为了六年就驾崩了,于是王家瞬间翻身,重新掌握了权势, 其中尤其以王莽成为了王室外戚之首, 在汉埃帝驾崩之后,身为大司马的王莽直接掌握了雍丽下一任皇帝的权力, 于是为了方便自己操控,王莽就拥立了年仅九岁的刘看登基, 是位汉平帝。 这时候王正军身为历经三朝的太皇太后年龄已经很大了, 他自己也不愿再耗费大量精力参加政治, 于是就将自己的权力都给了王莽, 让王莽更加权势滔天, 因此王莽越来越不遮掩自己的野心。 在年仅十四岁的汉平帝去世之后, 直接拥立了年仅两岁的茹子英, 随后没过几年就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野心篡夺了皇位, 使西汉到此终于迎来了灭亡。 汉原帝刘氏, 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可不算太响亮, 要说他干了啥大事, 还真想不起来, 可就是这么个看似平平无奇的皇帝, 却也为一次随意的选妃, 简洁导致了西汉王朝的覆灭, 这事说来还挺有意思, 话说这刘氏是汉宣帝的儿子, 他当太子的时候有个特别宠爱的妃子叫司马良帝, 这位妃子长得漂亮, 性格温柔, 深得刘氏的喜爱, 可惜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这位妃子就得了重病, 最后撒手人寰了, 临死前, 司马良帝跟刘氏说了句话, 可把刘氏给吓坏了, 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得病, 是因为太子宫里其他妃子嫉妒的, 暗中诅咒的, 这话听着玄乎, 可刘氏却信以为真, 从那以后, 他对宫里的其他女人都避之不及, 生怕他们也会像诅咒司马良帝那样诅咒自己, 刘氏这一遭吧, 可把他爹汉宣帝给仇坏了, 你说你一个太子, 居然不尽女色, 这以后可怎么传宗接代啊, 汉宣帝左思右想, 最后想出个主意, 让王皇后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王皇后也是个聪明人, 他琢磨着既然刘氏对现在身边的妃子没兴趣, 那就从宫里挑几个新面孔给他瞧瞧, 说不定看对眼了,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就这样, 王皇后挑了几个姿色不错的宫女, 带到了太子宫里, 她跟刘氏说, 你随便挑一个, 今晚就跟她同房, 刘氏看着王皇后一片好意, 也不好意思拒绝, 就随手指了指, 选了个看起来还行的宫女, 这一指可不得了, 这个被选中的宫女就是日后的王正军, 谁能想到, 就这么一个随意的选择, 竟然成了西汉王朝覆灭的导火索, 当天晚上, 刘氏就跟王正军同房了, 没想到这一次同房, 王正军就怀上了, 这可把宫里上下给乐坏了, 都说这是天赐的福分, 王正军的地位一下子就水涨船高, 成了太子宫里最受宠的人, 没过多久, 汉宣帝驾崩了, 刘氏登基成为汉元帝, 王正军也顺利成章的成了皇后, 他生的儿子刘傲被立为太子, 可以说是一步登天, 可是权力这东西, 有时候就像是个无底洞, 越是得到就越想要更多, 王正军当上皇后后, 就开始琢磨着, 怎么让自己家族的人也沾点光, 他的哥哥王凤就是受益最大的一个,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 一下子升到了大司马的高位, 王凤这个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借着妹妹的势力, 在朝中横行霸道, 没人敢惹他, 就连汉元帝想任命个官员, 都得先问问王凤的意见, 你说这还像话吗, 可汉元帝对这些事情好像并不在意, 他自从恢复了儿女之情后, 就开始寻找新欢, 把王正军给冷落了, 王正军心里自然不舒服, 但他也没办法, 只能默默忍受, 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 汉元帝在位十六年后就假崩了, 他的儿子刘傲继位, 是位汉成帝, 可这个汉成帝比他爹还不争气, 整天就知道吃喝完了, 对朝政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下可好, 朝政大权都落到了王正军和王凤的手里, 王正军从皇后变成了皇太后, 王凤死后, 王家的其他人接连担任大司马的职位, 这个大司马可不是一般的官, 那可是掌管军政大权的重要职位, 就这样, 西汉的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了王家人的手中, 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王家人的好日子没过多久, 就出了个不安分的角色, 王莽, 这个王莽是王正军的侄子, 也是担任大司马的王家人之一, 王莽这个人可不得了, 他野心勃勃, 想的可不仅仅是当个大官, 他暗中谋划, 最后竟然窜夺了汉朝的江山, 自己当上了皇帝, 建立了新朝, 你说这事闹得, 王正军当初随手一直选的那个宫女, 没想到最后竟然成了皇后, 他的家族得势, 又导致了王莽的崛起, 最后王莽篡位称帝, 两百多年的西汉江山就这么断送了, 回过头来看, 这一切的源头, 不就是汉元帝那次随意的选妃吗? 真可谓是蝴蝶效应啊, 一个小小的决定, 竟然引发了如此巨大的后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权力的游戏中, 每一步棋都可能影响整个局势, 汉元帝也许只是想解决一下自己不尽女色的问题, 却没想到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整个王朝的覆灭, 说到底, 汉元帝和王正军都不是什么坏人, 汉元帝虽然昏庸, 但也没有做什么大恶, 王正军虽然偏袒自己的家族,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 这也算是人之常情, 真正的问题在于, 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决定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历史总是充满了这样的讽刺, 一个帝王的随意之举, 一个后宫的权力斗争, 最终却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命运, 这也许就是历史给我们的警示吧, 在位者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千秋万代,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也不能把西汉的灭亡全都归咎于汉元帝和王正军, 毕竟一个王朝的兴衰是由无数因素共同决定的, 汉元帝和王正军的行为也许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罢了, 总的来说, 这个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历史, 他告诉我们, 历史的发展并非总是由那些宏大的事件决定的, 有时候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 也可能改变整个历史的走向,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也要多多注意,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决定, 谁知道呢, 也许你今天的一个小小举动将来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呢, 话说回来, 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宫廷生活的复杂, 在那个环境下,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奔波, 王正军想为家族牟利, 汉元帝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妃子, 往往想当皇帝, 这些看似简单的愿望, 却最终导致了一个王朝的覆灭, 历史就是这样, 他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上了一课, 通过汉元帝和王正军的故事, 我们不仅了解了一个显为人知的历史, 也对权力、欲望、命运有了更深的思考,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了。